因为它是属于所谓的开放式的资料 像大乐透 它这个资料基本上是属于开放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其实没什么封锁 但是有一些网站是会有风俗的 所以封闭式的网站 那就会有封闭式网站抓资料的方法 以目前我们是找比较入门的网站 比较基本 不然你找太难的东西 可能你要抓是会有点难度的 那怎么知道能不能抓 基本上你就看这里 点击下去这边会出现什么 这个网址 而且都给你看到说它的规则 那基本上它就没有封锁 但是有一些网站 你点进去之后你看不到这些 它就是不要让你知道 另外还有一种网页 它要能够有下拉式清单 你要能够下拉之后按确定 它才会跑出来 这个时候当然 你就不能用这种方式抓 因为抓不到 那个就比较是属于进阶的部分 那我们大概慢慢一步一步来 那首先的话 我们把刚刚的部分录制下来之后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发生 我们按部就班来看一下 基本上录下来东西 我们大概改出这些东西 基本上我刚刚讲过 这个可以把它删掉 其实如果说你要把它更精简的话 甚至怎么样 甚至在这个web table上面 这两行需要 上面这些到comment type这几行 其实都可以删掉 留下什么 留下这个web formatting 跟web table这两行其实就可以 然后底下这几行呢 留下那个refresh 其他都可以删掉 其他用预设置就可以了 你说它为什么录制什么都给你 没办法 因为它是有点是什么 它不管你要不要 通通通给你 那我为什么知道可以删掉 因为我会去看那个官方的相关的说明文件 它里面的话 你只要按F1 它会跳出这个物件里面的相关的属性 那我稍微看一下 里面好像只要大概 formatting只是说 如果你要把网路上的那个相关的格式去掉的话 因为它下载 它原来网路上有很多颜色 有很多字大小 那你通通不要的话 它就是会帮你清掉 没有 那web table指的是 那个网页里面的第五个表格 第五个表格 它会算 但你其实没有必要 你也不太 不太需要知道这背后有几个表格 因为如果你想知道有几个表格的话 可能你需要在浏览器里面 把另外一道门打开 那一道门叫F12 请你按一下F12 有没有看到 右边就会出现你不想看到的东西 就是里面的程式 网页的程式 当然如果说真的 以后你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网路爬虫高手的话 右边的东西你一定要了解 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的话 就是抓资料的关键 比如说像这一块 到底是什么 其实你会发现 它的架构都在这里 如果说你想要知道 你的表格在哪里的话 你会发现 游标放在这里 你的表格基本上就在 就在这个区块 你可以再往里面找 当然如果说你要一个架很麻烦 你可以按Ctrl F Ctrl F 你这边可以打个Table Table的关键字 你会发现 这个关键字打上去之后 它就会出现有1到14 指的就是说 这个网页里面 总共有14个Table 14个表格 我们怎么知道是第5个 你会发现 往下找 第2个 第2个是哪一个 第3个是整个 第4个 第5个 有没有发现 它会帮你骂个起来 就找到了 不过这个其实你暂时不知道 没关系 因为刚刚的那个 我们Excel里面这个工具 就很贴心了 因为它会自动帮你算 刚刚那个什么 这个资料里面的从Web 你把它贴上之后 它会自动帮你去算出 里面到底有几个 有没有 这边把它倒 它这个工具其实就还蛮贴心的 它知道说你们不想要看那些东西 所以它会自动帮你算 1 2 3 可能这个是第4吧 这就第5 反正你也不管了 录下来就OK了 可是录下来之后会有几个问题 我们再接着来看 第一个可能你看到的 像这个栏宽不对 对不对 可能等一下怎么样 要调整栏宽 第二个可能需要的问题是什么 你会发现 在下载的话 这边有个栏位名称 对不对 下面这边也有个栏位名称 下面又有个栏位名称 怎么办 第一个 你需要怎么样 把不需要的栏位名称给删掉 那用什么方式来做比较快呢 很想说老师 重新排序 排序完之后再删掉 可是好像有点大费周章 那如果说我希望最好能够我刚刚下载完 在底下干脆写一个VBA算 那VBA前面有讲过 如何删除我不要的那个列 那你可以怎么 我前面好像讲过 你就是要反向删除 所以反向是说你要从后面开始往上删 你不要由上往下删 为什么 由上往下删的话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删掉32 那33会往上递步 删掉 有没有 33往上递步 那你将来会删 删不到你要删的东西 所以你删除的话可以从后面往上删 所以我们倒过来删之后 删掉这个之后 它会下面往上递步 可是我还是往上删 不会影响 那接下来第二个就是说 我要如何快速的把不需要的东西删除 当然有几个方法 要不就是写VBA 可是有另外一个方法 如果你不想写VBA 还有一个方法 怎么样 你找什么呢 找A栏里面是日期的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用那个常用里面有一个寻找 有没有 寻找里面的话 你可以把日期贴上寻找全部 你会发现这边全部找到了 那你也可以怎么样呢 留下第一个删除第二个到最后一个 Shift键按住 这些有没有 选第二个以下 按Shift键 但是你删除你不能按Delete 因为Delete只能删除里面的资料 对不对 你可能按删除的话 它会删除里面资料 那如果你要整列删除的话 记得你要从哪里呢 这边有个删除 删除列 有没有 按下它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帮你怎么样 把刚刚的不要的列 全部都散光光了 我想这个方法会最快 有没有 里面有没有写 这边的话缺点是说 你如果要变成成事的话 可能就是要入之聚集的 跟刚刚一样 把它入下来 两个方法 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说我今天 希望怎么样 这边有一个储存格 可是里面有七个号 有六个号码 那理论上 我应该要把它分开才对 那我要怎么把它分开最快 你要想说 那VBA程式该如何撰写 可能也不会 没关系 你干净用录制的好了 那录制怎么录制 一 先在D1里面输入一 干脆我把这六个号码 放到D1栏以后 那我可以往右拖拉按卡锁键 上面增加1到6的栏位 然后呢B栏的部分 Ctrl Shift向下 特别注意哦 我要把资料 把它切割到这边的话 那其实最快的方法 可以用什么 资料里面有个资料剖析 各位没有用过这个功能 其实还蛮方便哦 分格符号 下一步 逗点 打勾 下一步 放到哪里呢 D2 按个完成 有没有 然后把这一栏呢 删除掉就好 所以 刚刚的那些动作 你一样 可以录制聚集 然后你又多了一个资料剖析 最后的话 你就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那你就可以变成一个什么了 下载完 自动删除不要的列 自动帮你剖开 然后呢 这些资料呢 就可以拿来做 刚刚的那个统计分析了 那我们如果想知道什么 历年来大乐透 开出来的号码最多的 几率最高是哪一个 请你帮我抓住前七名 要怎么做 请各位试一下 那我刚刚做的几个方法 当然就是第二个要怎么 删除列 那我用的是那个 用什么 用那个寻找里面 这边特别注意 寻找日期全部 然后呢 记得如果你选完之后 这个可能特别注意 你不能直接按Delete 这个可能比较容易做错 一定要按什么 删除里面的删除列 这个功能 因为可能一般人比较少用 不过我觉得这功能还蛮好用的 这样子还可以把列删掉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